关键的拍板文件曝光 这是由当年何美越送给蔡英文签 但是这份公文没有送到苏贞昌的手上 引发了争议 那么对此何美越解释 公文只是一个谈判的过程 因此只需要副院长何可 而民进党同时要求行政院 应该要公布马政府 今年三月投资宇昌生计 一亿三千多万的详细报告 才能够说清楚 否则就是临迟蔡英文 何美越秀书2007年三月 宇昌团队去美国谈判的照片 看到翁启会和李远哲 蔡英文不在其中 何美越强调蔡英文是后来 以救火队的角色 把家族资金投入宇昌生计 只有上智跟统一国际 他们可以把资金 在这个时间点到位 公司必须要立即成立 那资金没有办法到位 就没有办法 所以蔡家就必须要 自己先把钱放进来 他只要钱换进来 我们开发基金的钱才可以进去 何美越以当初关键人士身份 替蔡英文背书 但与章案曝光的关键拍板文件 是由何美越专程蔡英文 没有送到苏贞昌手上 那第二个签诚呢 是在谈判的这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决定的事情 因为那个谈判还继续在进行 所以通常这个只要报到副院长就可以了 成了符合正常程序 没有便宜行事 语尚案解密 蔡英文被重追猛打 民进党痛批是国民党故弄玄虚 做选举操作 国民党不应该利用 这一种所谓的这一种选择性的释放资料 来进行政治打压 人格磨杀 吴敦玉院长在2020年的时候 3月26号在这家公司的增值基准是3月26号 继续的投资的1亿3200万元 请把那个报告也应该一并的对外公布 才会讲清楚说明白 令博士宇昌解密是政治抹黑 在科技大佬力挺之差 蔡英文没有亲上火线说分明 有发言人带打止血 就怕语超干持续发酵 影响大选选情 最近欢迎请和赵伟台北参观报道